宗主 同路到了 同路 见过宗主 起来吧 以后我和十三先生 就全靠你联络了 定不辜负宗主 与十三先生所托 娄之敬下了狱 一个崭刑是免不了的 你写封信回家通报一声 好让你母亲知道此事 多谢宗主 替我妹妹报了血海深仇 这个娄之敬有太子的义乎 若不是宗主费力筹谋 恐怕 这井下的亡魂 就真的沉冤难血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搬到了娄之境 此案拖了这么久 实属无奈 实际未到不可贸然行事 还望你的家人无怪 宗主言中了 同路一家 敢念大恩 哪怕 你还没有起来 都很想到 不可贸然之外 每天都乱学 跟你们的舊 你们怎么会 employees 我们必须不可贸义 你大家早就要 我稍微暂时 不可贸乳之境 想必最近京召营府挺清闲的 也是时候给高升 再送家案子去了 宗主您的意思是 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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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部 豫王的吏部 是 让十三先生和宫女做准备 是 你们准备了这么久 今晚正式动手的好时机 心里可还稳得住 是 如果你们中途有所犹豫 没有关系 停下来便是 我不会停的 就算是会被人察觉 要担负罪责 我也不会停的 我可怜的小弟 被邱泽活活打死的时候 只有十三岁 一个是唱戏的小孩子 一个是伯爵府的公子 官府不可能给我们公道 这个血仇 我们也只好自己来报 这新柳新阳呀 不见客 他们两姐妹都病了 你骗嘴啊 我告诉你 笨公子可不是吃素的 家里婆子丫头不合有意 立时抓狗打死 是是是 你要不要尝尝这姿 还病呢 两个人一起病呢 何公子 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呀 这新柳新阳 真的是都病了 你想来这套 何公子 呦 公羽姑娘 你不在妙阴房 怎么跑到杨柳新来了 新阳新柳两位妹妹病了 我来看看她们 是吗 确实是 那公羽姑娘 相逢即是有缘 要不我陪公羽姑娘 饮酒赏月 好啊 不过既然要饮酒赏月 那请公子 在这里等等 让公羽 换身衣上面来 好 我就在这里等你 姐姐 我听说新柳新阳姑娘 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 招待秋公子啊 是啊 秋公子英俊潇洒 与两位妹妹极为相配 我真是替她们感到高兴呢 姐姐还高兴呢 秋公子和新柳姑娘她们 就在这楼上缠绵恩爱 凭什么让姐姐你委屈自己 去陪那个姓和的小人 姐妹之间 当然应该相互帮衬了 这个姓和的 常年爱跟秋公子争锋 是马不知脸长 若不是新阳姑娘怕惹事 时常劝着 秋公子啊 早就出手收拾她了 秋子在这儿 把她给我找出来 是 秋子 秋子你给我滚出来 你干嘛呢 滚 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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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走你个缩头乌龟 出来 秋走 给老子出来 没有 去那儿 接着给我找 先找高兴 秋走 快点出来 秋走 你谁啊 干什么呀你 告诉你啊 没你什么事儿 接着找 你这人怎么这样 太无法天了 没你事儿啊 去那边 接着给我找 秋子 何公子啊 何公子 他们没在里面哪 真的没在里面 走 何公子 何文心 姓秋呢 你果然在这儿 何公子 让我们进去 何公子 别管这儿啊 别管这儿 别管这儿 别打了 你们干什么呀 别敢还手你 来了 秋公子别打了 你们都别打了 出手啊 别打了 怎么办 快出手吧 别打了 快别打了 快出手吧 这好商量啊 住手啊 快住手啊 何公子你快别打了 别把东西砸坏了 砸坏了 我赔 何公子 你别打了 别打了 快拦着点 别打了 别打了 都住手啊 别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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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命啊 何公子 你打死人了 这可了不得呀 何公子你打死人了 这可了不得呀 死人了 快跑 何公子 你给我站住 快跑回头 快给我追 站住 站住 出人命了 这 快快带 你快跑回来 但是 你快跑回来